謝謝 上一次我是講到他們的歷史觀 歷史觀就是 他是認為星座會影響人類的歷史 而不是個人的世界 而是這個人類世界的歷史 我們現在正常雙宇宙走到水瓶座 水瓶座就是這個世界 是跟雙宇宙不一樣 因為水瓶座就是一個大家共隆 大家和諧彼此相愛 他們認為這個是很好的 今天我們要講下一個 就是他們的醫學 在星庭園當中的 醫學的看法是什麼 就是醫治 他們的觀念是 認為這個是平衡 平衡被破壞 或是自然被破壞 疾病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他們有那個 Homeostasis的觀念 Homeo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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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本來 在幾代的醫學 就有這個觀念 就是我們這個 生命 生命的那個 本質是很脆弱 它必須要維持在 很小的一個範圍內 它才能夠活下來 那如果你去醫院抽血 你馬上會檢查你的 Hotation 是3.5到你的 Sodium 120到140 那所以 所以你知道 它那個 像Hotation 那個Range 你抽血 包括 Homeostasis 正常指示 多少到多少 那就是說 我們的腎臟 我們的汗線 我們什麼 必須要想辦法 把你體內的 那個體液的 難的濃度 要維持在那裡 因為超過那個 你就死了 低於那個 你也死了 那這個就是 所謂Homeostasis 我們須必須要想盡辦法 讓它維持在 那個小小的裡面 那我自己當醫師 我覺得這個 我換了就是Hotation 那個甲 因為甲 那個Range還比較大 120到100 還有20Range 所以 偶爾 嚇一點 不會嚇死了 不會說 吃太鹹就死掉 很少 因為我們腎臟 上面會把 肚子都把它排出去 這個Range還大 但是Hotation 好像是 3.5到5 那個很窄 7.5 4.5 對啊 所以那個Range 非常的 narrow 那 我還記得 我們值班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 打那個Protation Chloride 就是那個 綠化甲 因為很多病人就是 那個夾不夠 我們需要打TNT的時候 需要打 如果你在打TNT化線 它有一點黃黃的事 如果不是Bitamine 大概就是Protation Chloride 因為我的印象 它是黃色 那 護士小姐會給你那個 Protation Chloride 就是那個 斷斷 然後給你一支Protation Chloride 那我們值班的醫生 就是護者 要把Protation Chloride 打到那個 那個瓶子裡面去 它需要慢慢的滴 那 室內常常 酷生素是需要 打到那個 直接推到身體裡面 就不是打去滴 那問題就是說 那個實習醫生 他必須要通討很清楚 一個病人把一堆那個針 你要知道哪一支是打到上面 哪一支打到下面 那 他困難 就是我們那個 為了胖 特別是晚上比如三點 大家都要睡覺 那 病房的燈是 開一個小小的夜燈 他就看護精神 然後我們就是用手電筒 在那邊照 然後被人家說 你做什麼 打錯了也不行 所以要 這個好像 有 有 有在調了 好 就是說 病床號 名字怎麼對好以後 再來就是 病人常常的困難 還有睡覺 你在睡覺嗎 然後我們就自己要做 就是這個診施要打下去 這個診施要打下去 這個診施要 對 如果有一個醫生 因為我們去辦醫生也是 白天要上班 晚上睡到一半 腳的 欸 就想吃 然後他就把他 就活在心裏 沒有打到上面 他就 push 真的還沒有挖出來 別人就是 我有去救完 有去救完這種抑制的 就是 現在已經不會這樣做 這個已經 不可能 時代朝日 做什麼 現在的三比一 三比一 所以就更能更清楚 現在現在怎麼會有生產狀況 所以你們現在怎麼做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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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世紀醫生也會去 不去哪裡 因為 如果 剛剛是有一個 一個 一個 有127 就加在這裡 那如果是 綠化獎 那個 那個 那就 有那個 市售品 所以他已經 加在裡面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push 那 高濃度的 綠化獎 只有在 地區首要的綠化 採取 大幣 那這個是有進步 我們那個時候 就是很緊張 如果有那個時期 是這樣 無理無阻 變成這種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 平衡 我要解釋那個 那個 balance 是很 narrow 是要 可是 我們平常 NOMA 你吃什麼 你就沒有人吃 這是 省給我們那個 腎臟 什麼 就是他幫你 他幫你做那個平衡 所以我們很少一天到晚 在抽選檢查看 我的 夾有沒有 太高太低 這個是省給我的恩典 但是萬一 不管你哪一個 二氧化碳 氧分 氧氣 什麼 就是超過那個 我們NOMA rate 你就生病了 所以這個 本來就是這樣 可是他們變成是說 我們人類的平衡 不是只有抽選那個平衡 你還要 比如說 丈夫跟太太也要平衡 父母跟孩子也要平衡 我們跟大自然也要平衡 所以他的平衡 是比我們平常講的 身體裡面的各種 電解質的濃度的平衡 還要更廣 就是說 人只有活在平衡的狀況下 才是健康的 所以這個觀念是 我覺得是 平衡是一個重點 就是所有的關係 比如說 台灣跟中國要平衡 北韓跟南韓要平衡 如果一旦不平衡的話 就有打戰的危險 那我們大家就活在那個危機 最近北韓不是跟南韓握握手嗎 那我們就期待這個不是表演 因為北韓出問題 台灣也會遭殃 雖然它不是打我們 因為這個世界是千里瓦洞全身 所以這個平衡就是說 所有的力量相關的力量 大家都維持一個和諧的平衡 他們認真的時候 會健康就是 Harmony 我們吹口氣 Harmony 雖然聲音它一定是三度的 不然的話聽起來很難聽 所以這個和諧、平衡 這個叫做健康 破壞就是不健康 他們的觀念是這樣 所以自然、平衡、破壞 就帶來疾病 然後呢 自我療癒與靈命成長 這個是另外一個觀念 就是說 其實這個我們醫學也早知道 以前我們是真的說 生命就要看醫生嗎 他們真的說 其實我們自己有 讓自己好起來的那個力量 那醫學來的時候 我們有那個immu 我們的免疫系統 那看是不是什麼 只是幫助我們的免疫系統 然後讓我們免疫系統有時間 去把那個細菌消滅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他認為我們有自我療癒 這個他不是只有講 那個免疫系統 他講的包括內心的創傷 包括任何的創傷 其實老天都給我們 有一種自我可以恢復的功能 然後呢 我們的靈命呢 是需要不斷的成長 那這個 這個月開始去普基 那個普體基督教醫院 他們想做他們的長照 現在台灣政府在推長照 就是老人喔 我們這一堆老人 越來越多嘛 那會怎樣 因為這個溫解解的話 將來社會會不穩定 所以政府有機會 所以他們很多醫院都在想這個問題 因為老人就是會生病 要去抗病 所以怎麼樣讓老人不生病 而且讓老人老而有用 讓老人不會去住在機構 會住在家裡等等 現在我們都想過 什麼長照1.0 2.0 什麼幾點0 就是開始在談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 就是他們請我去就是說 我們土基在那個 身體健康啊什麼 我們社區做得很好 但是問題是 靈命這一塊還沒有在做 那人活著不是只有吃飽就很好 他還有一個靈性 然後他請我說 你能不能來幫忙 這一塊 這就是靈性這一塊 那 張宏廷今天終於有演講 在附近演講 他是那個 去外頭裡面常照的 他就說 人齁 不管是自己運動也好 怎麼吃 什麼營養食品也好 或是醫院用最好的藥也好 然後到最後身體總是越來越差 這個是跑不掉的 問題是什麼時候開始差的 如果 運動的人可能慢一點開始 不運動的人可能早一點開始 然後 如果你醫療照不好 可能就是 不會一次就死掉 可能要什麼多次才死掉 那 可是呢 身體越來越差 但是人的靈性 可能不會隨著身體擦而被擦 所以就是說 人的靈性是會繼續成長 那 所以這個 這個 心肌原動就一直強調靈性 因為靈性在現代是被 被人不存在 因為現在是以物質 就是 實驗看得到 摩得到這個才走 其他那些人想 靈性那個 你在講的話 有根本 你不能實驗 你不能做什麼 可是或現在是很相信 靈性 而且靈性是主要的存在 甚至 靈界導師 我上次有介紹的 所以 這些東西 就是 後現代他們相信的 所以 他們強調靈命的成長 所以你講健康 他就說 不是只有不生病 還有靈性要成長 這個才是真正的健康 那所以 他有這種 不是人要醫治 大地要醫治 那這個其實 最主要是那個印第亞 他們這個 大地是我們的媽媽 可能 所以印第亞人很照顧大地 什麼事情不能做 因為怕 傷害到我的母親 這個印第亞人的這個想法 後來被 後現在的新紀元買入 所以現在的所謂的環保 意思 一部分是從 印第亞宗教裡面 就是你要愛惜 保護我們的媽媽 就是這個大地的母親 這個環保 所以需要醫治的不是人 需要醫治的是這一塊地 這一塊地 這一塊地已經被我們 現代的科學搞得千瘡百孔 一大堆問題 一大堆病 我想最近很多台灣的團體 也是說要去淨灘 你有沒有聽過 那我的瞭解是我們甚至講到說 不是塑膠袋 是那個微粒 那個你撿不到的 我們衣服啊 洗衣服以後 那個都會有那種微纖維 那我寫的淨灘采藥文 外面跟身邊 那些東西 都跑到海裡 都跑到魚的肚子裡 那我們這個生態 這個怎麼辦 我的了解 英國最近要禁止那個吸管 我們那個吸管 很貴嘛 現在就是 吸管只能用補鏽缸 做的 而且每個人要自己帶吸管 而且像我們現在 在台灣帶茶杯 有沒有 類似這樣 那那個觀念 是跟新紀元有關係的 就是認為是 你要想盡辦法 甚至政府會 好像最近不是在說減塑嗎 這是女性買東西 不知道塑膠袋 這是想盡辦法 就是 這跟新紀元有關 我要介紹就是 他們認為說 我們要想盡辦法 愛惜這個大地 要讓大地恢復健康 不要把它搞得很淒慘 這個觀念也是他們有關係 那 就是這個西醫 我們叫做 Aropathic Medicine 這個是 Treat Cure Detease 但是 Holist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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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醫學上 一個對立的觀念 所以他們就有 Homeopathic 跟Aropathic 這個是醫學歷史裡面 會談到一個 Aro就是異類 異類 跟我們不同種的 對我們就不好 這個我們也了解 就是我們的美麗系統 就是對於 不是自己的細胞 就會殺他 因為他進來 他是異類 Aro就是異類 那 這個是醫學進步的主要 讓西醫變成主流醫學 最主要就是 他把病視為是被入侵 這是那個 西菌的模式 他們不是那個巴斯卡 不是那個 牛奶 變酸嗎 牛奶 為什麼會變酸呢 後來那個 那個 那個誰就發明那個 神圍境嘛 他就把變酸的牛奶 都想說 哎呀 裡面一大堆那個會咬的東西 原來是乳酸菌 就是吸菌讓它變酸 就已經找到了裡頭 他就把他的牛奶 燒燒燒燒到差不多 燒太燒燒 就這樣 苛刻的在家裡 就潔疤 那種 那個叫乳貨 不能吃 所以他就把它燒到差不多 六七十度 我發現 就不會酸 就是那些細菌被殺死了 但是牛奶還是牛奶 那個我們叫做巴斯卡消毒 到現在很多 還是用這樣做 就是說牛奶不進過處理的話 差不多賣沒有喝酒 全部都不能賣 都酸掉 我們的消毒就這樣來 所謂消毒 那個毒就是異類 那異類就想辦法把它消滅 然後我們發現說 豬肉鮮的好 所以像很多魚肉 我們吃的撒西米 不是現在說什麼 長一大堆什麼 胃盒小蟲啊什麼 那個不是不能吃 但是你要把它煮 就是把它的異類 那個蟲把它煮掉 你把它吃下去也沒有關係 那蟲也是蛋白質 但是你不把它煮的話 你吃下去 它就會讓你生病 因為它是外來者 侵入者 這個觀念就是從那個 那個Fly名 它那個 那個橘子吃完以後橘子皮 沒有丟掉 然後第二天就發現 長霉了 生病 生病 結果它在研究細菌 那個培養病 那個病的細菌 培養病 放在培養病 很多長細菌 發現那個生病的收藏 哪有收藏 完全沒有細菌 因為沒有細菌 那個培養病 那個AGA 就是青的 有細菌就是藏的 用很驚慨 不必用寫的 就知道 就是說 我一點東西在裡面 有一個圓圈是輕的 到現在那個 藥廠還是用這個 來研究抗生素的效力 叫做肉泡 那 它說試試看 所以是以毒攻毒 用黴菌殺細菌 那個人說 我們第一個看 那個叫佩尼西菌 佩尼西菌 佩尼西菌就是 就是這樣子來了 就發現 原來我們還可以 用這個東西 把它存化以後 讓人的身體 那細菌就死了 病就好了 整個這個系統 就是這個 阿朗帕麗蒂 你可以說 現在的西醫的主流 是這個觀念 可是當時 還沒有主流以前 還有一種觀念是說 就是我把細菌 不是把它殺死 我把它稀釋 稀釋到幾萬倍以後 就是一點點的生活 就給病人 結果以後 病人碰到這個 就不會死 那個叫做 疫苗 其實開始沒有疫苗的觀念 其實開始那個 就叫做 HOMEO PASSIS 就是 就是用那個毒 來讓身體 產生抵抗那個毒的力量 所以我不是用抗生素 來殺那個細菌 但是德國蠻有名的 這兩派 後來發現還是 抗生素的那一派 效果好很多 後面 後面 除了後來發展疫苗 幾乎 就打輸了 然後針灸也打輸了 然後其他的方法 都比起來 跟誰都會比 所以西醫慢慢就變成主流 變成主流 這個阿朗帕麗蒂 阿朗帕麗蒂 的重點就是說 好 你有細菌 我把細菌殺掉 你就健康 那我就收錢了 對不對 那我們就以為說 這個方法可以對付所有的病 後來才發現不行 他只能對付感染 對付外來的可以 那我們把那些感染都弄好了 這些病人就不會死 對不對 等於三、四、十歲 會癌就死掉了 現在我到五、六、十歲 他唱 腰痠背痛 然後這個 以前都沒有機會 因為腰痠背痛 因為四十歲就死掉了 所以身體還好 現在呢 五、六十歲、七十歲 他就發現 沒有看出處 可以打給他腰痠背痛的 沒有啊 因為他已經 他是自己的身體出問題 不是那個外親者 你看喔 你看現在中醫 很多都是這一類的 西醫就說有油 不是你看 你去醫生說 有沒有吃脂痠 我一樣耶 要痛耶 不然吃肌肉鬆弛劑 還是痠痛耶 比較多 這樣沒辦法 最痛的 所以很奇怪就是 當醫學 把所有的急性的疾病 都弄好以後 產生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本來不是問題的 變成問題 就是慢性疾病 就變成一個主流 慢性疾病 西醫就沒有那麼厲害了 所以現在就是 很多都復健了 你去復健 你去復健 有油啊有啊 你就去 去照啊 去通過外 去熱療啊 去電療啊 去什麼啊 那還有 另外一群人就是說 其實他生病 是因為他壓力太大 這個問題就更大 不是未來者 是他那個太緊張 或是他先生對他不好 一天到晚罵他 所以他才生病等等 所以這個心理學校加進來 然後就是慢性的問題 這個是他坐姿不好 這一個歪歪啊 所以會很困難嘛 所以這個需要改正 那 就發現說人的生病 並不是原來西醫想那麼簡單 就是細菌入侵 這個模式不能解釋所有的病 那就發現說有很多痛苦 其實是有其他的東西 那如果你一個好醫生 你不能只有給抗生素 你該幫助病人處理所有的問題 那個觀念就被叫做整權 就是你要就整個照顧 那那個以前的對抗醫學就是 把你治療痊癒 是把你的身體的疾病痊癒 現在就是說 我讓你身心裡都很健康 那這個也是現在我們所謂 所謂長照的其中一個觀念 就是說 不是沒變就是健康 就要快樂 就要有路營 就要抱抱 就是家庭要 婚姻要美滿 家裡要幸福 這個整個才是一個叫做整權 那個觀念就 就往這個Holistic 這個是新紀元的觀念 醫學的想法 就有一點這樣的變 好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這個是心理學的延伸 就是 我們這個 intrapersonal Psychology 就是我們在現代的時候 Floid開始精神分析 就是說人 人的內心 是很複雜的 所以你要了解他的潛意識 了解他的潛意識 了解他的意識 你要去了解他的原我 他的慾望 他的良心 他的理性 然後才能夠了解 一個人的內心的狀況 這是Floid的理論 那或是說 了解他的動機 了解他的後果 這是行為學派的理論 當我們有好多學派 都提出來解釋人 為什麼有這些行為 那這是心理學 這個心理學 後來呢 有人就發現說 你只有研究個人不行 這個人正康不正康 其實是受他的家庭環境影響 所以就變成家族治療 我在當Race的時候 我們除了讀個人性 我們要讀婚姻治療 要讀家族治療 所以一個人的心理問題 搞不好是婚姻造成的 搞不好是親子關係 小事後造成的 要治療就不要整個家來 才能夠農民 只有把那個人弄不好 因為他那個家的那個 還在 所以那個問題 會一直存在 那這個觀念就 變成Inter-Personal 本來是Intra-Personal 就變成Inter-Personal 然後他 他到這個新紀元 就說還有一個 就是從靈界來的 那這個就感到 鬼父的問題 這是人的健康 跟靈界有什麼關係等等 人有沒有超意識 有沒有吉他的 並不是Floid 或是這個家庭治療 或解釋的現象 有沒有這個超然的 那其實 他們有做一個實驗很好 就是那個 你知道那個小麥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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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喔 你把它壓下去 壓下去 它都會長那個小麥 然後他們就 就在那個小麥那邊 祝福那個小麥 然後另外一個 就不理他 結果被祝福的小麥 就長得很好 那不理他的 就長得歪歪的這樣 他們這個 新紀元做了很多這種 奇怪的實驗 或是說 張基 有癌症病 然後他就叫 教會的人說 好 你為一號寵禱 你為三號寵禱 二號就不禱禱 這樣 然後後來二號就死掉 一號轉好起來 三號轉好起來 然後你看 這個倒到人號好起來 這個 這個都有人想說 用實驗 就是用這個 現代的方法 據說我們的健康 是有那個 超自然的那個 靈界的影響 會影響健康 這個都有人在做 他們想到 試著用 醫學的方法來 證明說 人的健康 可是只有 我們原來想的這個 那個就是 Supra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我們有另一類的意識 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那 其中 最原始的就是 有Sharman 就是 神明護身 我們台灣拜拜的 是叫做 起當 當機起當 所以 他突然就是 講一些 他聽不懂的話 突然做一些動作 甚至可以拿刀子 什麼 砍自己的身體 也不會怎麼樣 等等 他們有什麼 爬刀 刀梯有沒有 那個很利的刀 他可以爬上去 什麼 釘子 釘滿全身都沒有問題 很多宗教 有這樣的情形 就是說他可以做出一些 我們平常不敢做 還有你看那個 跑火 比如說 火很燙 還可以 躺車腳這樣 走過去等等 這一類 這一類的情形 他們都相信說 這個代表有 神靈 可以 護身 可以 往護你 那這個就是 這個 Sharman 然後 Trance 就是說 你可以 你的意識 可以 跳到你的身體外面 或是你說 靈魂出竅 他們對這個也很有興趣 所以他們 他們對靈界的現象 也是有很多的研究 那 如果你用基督教來講的話 就是保障說他曾經到三層 這個可以最接近Trance Trance Trance不是睡覺嗎 好像他不醒的人 即使他是很清醒 但是 但是 另外一個空間去 我還聽過那個臨時的報告 就是 醫生在急救 結果那個人是在天老闆 看醫生急救他 你把他救什麼 就他的靈魂已經出竅 但是還沒有走 然後這樣回過來看 別人在 在那邊 就 都有這樣的報告 成功地把他救回來 剛才你腰我腰得好痛 我在上面都看著 像這樣的報告 你要 你要怎麼解釋 還是說 我老公 怎麼都不知道 就是有這些所謂靈異的 這些現象 那這個就是出神 Trance 那 為了西醫不能治的 然後我們就用其他的醫療來治 這個就叫做另類醫學 那目前 大部分的西醫的國家呢 也不得不接受另類醫學 因為西醫 沒有辦法什麼病都有效 包括台灣的健保 也要給互綜醫啊 那就是很明顯 就是說 你不得不承認 他們有某一種療效 他們並不是騙你的 是真的可以幫助病人 所以就 我在那邊就來了 然後 發光牧師替病人祷告 現在在醫院也不會被完全的拒絕 只要牧師不要叫病人不吃藥 就好 以前不是喔 以前我當醫生的時候 這個牧師神戶和尚要到病房 那個醫院不會感人的 那你是在搗蛋 那現在呢 醫院都蓋了一個禱告室 讓你去禱告 這個是 我去美國跟未來很大的不同 那很明白 我們整個醫療體系 已經有這座新紀元 對你這個的影響 就是說 人還是 宗教對人生病還是有幫助 這個就是這個觀念 所以 那個 宗教對疾病的幫助 也被 有時候被歸到另類醫學 特別是安寧病房 你就發現 另類醫學的效果 那時候他已經 西醫已經投降了 存一個 症狀治療 就是 Taliatric Medicine 就是患者治療以外 就放棄了 因為 婦家也說我沒有癌症 我沒辦法提 我什麼都沒辦法提 以前也知道 沒有人用藥 它越長越大 就是 我們叫無效醫療 現在大家同意放棄了 要怎麼咬也死 再來 誰要 醫生哪也沒有用 因為 醫生開的藥都停了 準備好症狀 在美國甚至 Nurse practitioner 就可以做不需要醫生 就是 他們護士有一部 營養 就是說 病即使是食物的問題 所以 營養亂就好了 強調營養 這個現在是很堂安 但電視他們都在講 胡蘿蔔要怎麼煮啊 什麼東西要怎麼吃啊 以前都吃錯了 養蜂都不見了啊 什麼什麼 皮藥一起吃啊等等 這個最近很常常 還有視覺想像 這個也很好 就是 你眼睛閉起來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顏色 你看到亮光 還是看到黑暗 然後就會順著你看到什麼 就會帶領你做那個心理治療 這個叫做Visual Image 這個也是一個新的 新的一個治療畫法 這個視覺想像 那 心靈療畫 草藥 這重要的 還有水晶 金屬 音樂 現在人類的音樂 那不是菌炎奏 音樂治療 這個也是 蠻有名的 還有荒香 我認識一個 一個台大教授的女兒 就專門去外國學 這個荒香治療 Aroma Sella 就是那個香氣 那香氣會讓你 心裡很舒服 會讓你肌肉放鬆 也許對某些 悲痛痛 或者什麼 可能是什麼藥都沒有效 可能都放香治療 欸 就好 因為它可以讓你relax 等等 這個他們另外一套 整套理論 那 色光療法 就是用不同顏色的光來治療 還有轉世療法 就是相信 我幫你 轉到比較好的事 你就不會那麼可憐 還有用Model 那個 那個 蘇俄做過實驗 就是說 當人 譬如說 我禱告或什麼 然後我的手 扣進你身裡 他用照相 發現我有一個磁場 它可以照出來 我不知道它怎麼照 就是說 然後這樣以後呢 這個病人的 這個傷痛的部位就好 很多牧師禱告 也是這樣 要有病人說 你要哪裡痛 然後牧師就摸 摸在那裡禱告 他就感覺到 有一股熱流 從牧師的手 就 就到他的身體 結果病就好了 你去看那個 神經疫病 常常有這樣報告 那我 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 那個 柳霍允牧師幫我們禱告 我們就問到幾個 不是每一個 他就有感覺 牧師幫他按手的時候 就是覺得有一股電 還是一股熱 就通過身體 然後 他就舒服了 我問你這解決 我們醫學不能解釋 可是 他們真的有這樣的經驗 他們真的有經驗 那這個就是 這個 觸摸療法 觸摸療法 他是誰啊 有一段時間 那個護理的研究 因為護理跟病人的接觸最多 他們就研究說 你怎麼樣用愛心去 接觸病人的身體 病人就好很快 就是進步很快 我想他一部分是因為感受到被關心 有關係 但是 怎麼樣去控制實驗 都不曉得 就是你摸 但是你就不愛他 是摸 是摸好的 還是讓他覺得你愛他好的 這個 怎麼樣去做那個control 我不曉得 如果可以做的話 這個應該也是一個 可以研究的題目 這個是他們的醫學觀念 再來科學 他們對science 對science的看法 對科學的看法 基本上他們認為 科學跟靈性要整合起來 這個宇宙觀會產生 partime shift 以前科學是把靈性排除 就是他認為靈性不能實驗 所以不科學 所以就把它排除 所以他只研究物理現象 只研究物質的現象 可是後現代認為說 靈性也是存在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 不忘記科學 但是我把靈性加進來 這樣會不會是更整全的 那就是 了解這個宇宙 或是處理問題的一個方法 這個 這個電話轉移就是 partime shift 就好像那個 牛頓三大運動 定力到 愛因斯坦貝林相對論 那個就是 物理學的一個 partime shift 我們可能到了一個階段 需要再產生一次的革命 就是這個 電話轉移 那這個是David Bohm 1917到1992 這一個科學家 那他是 兩指力學 還有神經心理學 那笛卡爾模式是 心跟物是對立的 就是我是故在 所以心是心 物是物 但是他們現在用一種 新的攝影技術 是可以把心理現象 造成物理的改變 可以拍攝下來 我們講過 蘇俄那個 那個 那個 病人 那個 手摸過去 會照到 那個 我們這裡的磁場 可以照出來 所以這個HALO BLAM 是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說 我的照相 不是只有照到物質 我還可以照到 心靈的現象 而且呈現在 照片上面 這是一個 新極的方法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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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 霍格尼 他是 諾貝爾獎的 物理化學獎 他認了這個 牛頓定義 物理學定義 經過三次的典範轉移 第一個 就是 量子力學的轉移 再來是 相對理論的轉移 最後 應該會經過一個 不確定論的轉移 不確定論 大概就是說 當我們要 測量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必須要用光子 去 打那個東西 然後光子 回射到你的 不管用 set dance 你用什麼鏡 你才能夠測到 那個東西的位置 因為如果黑暗的話 你根本 看不到 不管用什麼 引擎都看不到 品質也看不到 所以 光線是必要的 光線 我們現在是粒子 它不是一個波 它是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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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光線本身有質量 有它的能量 所以 當那個 打到最小的 像電子 光子打到電子的時候 那個 它回來的時候 電子已經不在那邊 因為被打它都跑掉了 所以 你說 我眼見為正 我拍了一張照片 根據他們的理論 到最小的時候 根本不可能 拍到什麼照片 因為 因為打到的時候 那個光子一回來 那邊已經沒有了 那個電子已經跑到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 到我們說 你只能算 擴燃率 就是說 我在這一個區塊 找到那個電子的機會 有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八十 所以 後來畫的東西 就不是一個直線 變成是點點點點 這個就是波 它講的那個 不確定論 不過就要講的是 本來科學認為 我們科學一定知道 一定是什麼 現在 科學本身也已經 推換自己本來科學 很篤定的 那種說 這個卡普拉 他是物理學家 所以這個科學家 是由科學家自己來提出 本來科學的理論是 是可以推換的 但這個就很好玩 這個科學的那個 他是 東方物理跟 現在物理跟東方神秘的平行 他認為這個Holistic System 所以 這一些物理學家 他們把 這個 特別是印度教的 這個神秘主義的 描述的宇宙的現象 跟物理學 到最尖端的物理 他們居然可以拿來 對稱討論 就是所謂 靈性跟科學 是可以整合討論 這是一個很新的想法 我們以前認得 科學就是科學 那宗教就是宗教 那這個是 事不兩立 那在現在的時候 就是科學把宗教打敗 可是到現在說 沒有 科學跟宗教 還是可以混起來 特別是靈性的東西 和人做好 還有一個叫科夫洛克 還有一個叫科夫洛克 也路洛克 他還活著 那是 環境將來學家 Futuology 他就提出一個叫做 Gaiya hypothesis Gaiya就是大地 這個地球 我們所謂的這個 印第安相信 大地是母親 他提到一個 這是環保的觀念 所以地球是一個 Homeostatic organic 所以地球不是物質 它是一個生命 所以它也需要平衡 剛剛我講過我們的生命需要維持一定的平衡 地球也是需要這樣 其實我們多少都同意 就是說我們那時候用那個DDT有沒有 把瘟子都殺掉 後來就不敢用了 因為我們不只有殺瘟子 我們是把蟲 溫蟲界的那個穩定連成都會 那會怎麼樣不知道 所以後來就發現我們不能再做好 我們不能為了殺瘟子 就把那個蟲全部殺掉 這個蟲在我們的大自然的平衡裡面 佔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你把它弄掉你真的活不了 現在這個觀念 那他們這個 新紀元對這個是相當的強調 地球是恆定的基體 這個溫室效應的全球軟化 這個現在很夯的一個題目 就是說 你 那個 那個 惡氧化碳 會讓你那個 大氣那個 能夠把那個熱量會trap 會把它抓在一起 所以 那個北極就會病會濃掉 那個溫度差一度 那結果河嵐就會不見 那個 那個 大西洋的水就會上來 那台灣會變很小 就是海岸會不會不見 他們現在一直在強調這一點 那現在還有很多爭辯 因為 兩大國 就是中國跟美國是 產生這個最厲害的 他們如果統一的話 他們等於國家的這個強勢都完蛋了 所以 他們還在抵抗 這個是你這樣講的 沒有根據 可是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就是說 我們人類自己把地球搞成不能住 沒有什麼 就是我們的二氧化碳就 就把它搞垮 就是把地球弄成都是海 這個是溫室效應 還有這個是 Fred Allen Wolf Alan Wolf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Sign 一個科學家 他是兩指力學理論的物理學家 他就在開始研究 意識跟兩指力學的關係 所以我們本來認爲這個是兩馬指示 一個是物理學 一個是心理學 他要研究 人的意識會不會影響這個 兩指力學 他就把這個放到研究室去 所以真的是 這個心靈跟這個物質之間的互動 變成他們一個研究的對象 所以他認爲 宇宙的心靈跟物質 其實是一個東西 這個叫做Monitor 這個是單元論 單元論 整個基本是一個 只是兩個表現而已 然後 Zhokaf Zhokaf 這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科學家 他是作家 他認為 五官知覺 操弄掌控 只求生存外在力量 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這個 五官的知覺 會 會控制 影響外面 超越五官知覺 信任靈應成長真實力量 所以 他把我們人 就分成這個是 直覺 跟這個知覺 那 我剛才在章機講過 就是 我們的大腦有 左大腦、右大腦 那左大腦是邏輯 右大腦就是直覺 他們現在開始研究直覺 因為直覺我們很難討論 邏輯可以討論 邏輯我們可以A件B 可以用數學公司去討論 那直覺就是直覺 我覺得這樣 他認為直覺是很重要 我講不出理由 但是我就覺得不對 你要講 我就講不出來 但是我就覺得不對 那個直覺 他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因素 為什麼你有這個直覺 這個直覺怎麼影響 這個世界的關係呢 所以 他說這個直覺信任 他是靈命成長 這個只是生存 這個是外在的力量 這個是真實的力量 所以他把我們本來 在現代很強調的這個 sensory and piercing 就是說 我靠五官來了解世界 然後我用我的理性來處理 然後來回應事情 他說這個是表面的力量 真正的力量 是在你的裡面 那個直覺 並不是外面這個力量 好 那我們把科學講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講這個 倫理學 ethics 倫理學 那他們那個力量 你看這個就知道 他們用那個 住在這個印第安的帳廊 那他們大家 就是挑印第安圍圍起來 那就是說我們大家要和諧 大家不要打來打去 不要說你對我錯 應該大家要包容和諧 要照顧大地等等 就是我們把那個神給我們的神聖的錢 把它發展出來 那如果有發生不好的事情 就是我們學習讓靈性進化的機會 那他們認為罪惡是不好的 因為罪惡就是讓你產生害怕 結果你就不會進化 所以他們認為我們不要一天到晚講罪 對人沒有好處 那不要說人家怎麼樣 不要怪罪別人 不要論斷別人 因為這個只會妨礙你自己 靈性激狂 因為人家說 誰也很少看 就是你講別人不對 你就忘了講 忘了看自己不對 所以你就沒有機會進步 那 耶穌說 你看到別人 眼睛有那個基斯圖 就是人家聚夢筒的時候 掉下來那個穴穴 那你說 發現你的眼睛有那個圖百貨 就是那個大夢柱子在你的眼睛裡 那你自己眼睛有大夢柱 你還在看別人的基斯圖 那 那個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那個太太 他鄰居搬來了 然後他跟老婆說 隔壁那個太太都不會洗衣服 四個穿去就在披了他 每天看那個衣服都髒髒 然後一個禮拜以後 突然他看到 欸 那個衣服這個大概 我沒有跟他家怎麼洗 他怎麼今天洗得那麼乾淨 我都很白 老公說沒有啦 禮拜天我把我們家窗戶洗乾淨 他看的髒髒是他們家窗戶髒髒 然後他從中後看到人家的衣服 都倒著黑黑 那意思是說 你自己沒看過問題是 你的眼睛 你自己看別人不對 大概是那個意思 那也是講那個故事 也是這個意思 那他們後現代 這個 心體遠就有強調這個 就是在倫理學上面 你不要一直講悲了 你要不要搞不好是你的問題 你只會講悲了有什麼用呢 你自己反而不會進步 你要稍微看自己 然後碰到問題 就要正向思考 這個可以說是那個 水晶教會那個牧師 以來他們叫做 Proship 心靈 就是 你就一直想好的 事情就會變比較好 你不要想那些 我完蛋了 我死了 不要想 你就想說我會好 你就好 有一段時間這個很厲害 叫做正向心理學 這個也是蠻流行的 就是 那就是 就好 這個很多 像我們佛教 不是說 阿彌陀佛 你看那個 變聖堂不是貼的時候 你常常念 那你就平安嗎 那基督教的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什麼 就是 那裡有一幾句話 如果你念念念念念 你就會得到 神的祝福 還是什麼 這個叫做Mantra 就是你念那個祕訣 你是建立的 就是 你用想像 如果想像到有白光 那你就 你的心理就好了 不用沸食べénd臉 想像到有 naj衝 的 只要打 佛羅 IV Vamos 現在 再來講生死學 生死學 就是人生跟死的關係 那這個我想就是 印度教的 那個 さまと sense 那就是 宇宙是正义的 所以宇宙会处理 其实这个基督教也相信 我们叫白色大宝座 就是最后神会总结清 所以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抱怨说这个人 无罗符咒为什么他死的那么好 那上帝说没有关系 死还没有结束 后面还有后续 所以最后会结清 所以基督教基本上也相信 宇宙最终有公平 不会让那些 无罗符咒的人就占偏 那他们印度教也是 很相信这个 轮违算是一种 要把它弄公平的一个过程 死亡的时候 选择身居环境、脱胎、转世 所以他在解释这个人死了以后 是经过这个轮违 那我们的生命当中 像中国人讲七魂六 七魂三魄 三魂几遍 然后就是说死的时候 哪一个魂什么时候走 哪一个魂什么时候走 然后最高明的那个魂 就可以决定说 我要去投胎在 荷雅兰还是善良兰 等等的 他们有通过一套理论 讲到这个轮违 是跟凝无扭而多层次 他们最重要的就是 你在生命的当中 你要学习 当你学好的 下一辈子你就会比较好 所以他们把一生所遭遇的 当作是一个学校 所以学的更 就是考试成绩比较好 下一辈子就会升级 如果学不好 你下一辈子就是二魁道 还是什么 前夕 畜生道 还是什么 二魁道 如果你好一点 就还是人 那更好的就 菩萨 或者什么 就是他有六道 就看你 看你这个学的成绩怎么样 成绩好了 下一次投胎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高级一点 就好一点 不好 下次重修 就是再降级入局 然后再走下一层 再慢慢学起来 所以 整个宇宙生死 其实是一个学校 我觉得两个没有死当的 反正文维就是 总会有一班 那你去学 所以 没有关系 现在就是 这个 新剧院运动 他有很多商业化的行为 这个 找到一张组 就是他们怎么样 把他们的里面促销 变成商品 变成商品 commensalize 东西里方法 提高商业的利润 这个 IBM AT&T GM的公司 都有 请他们来 这个Wern Air行 就是 就是 这些大公司 不是小公司 很大的公司 就是他们用什么心灵方法 让联空 受讯以后 他的产品就 产量就增加 等等 就是心灵用到商业生产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绿色生态 这个也是 现在很多卖这个产品 台湾A 就是 就是 你用我这个洗碗筋 是比较环保 因为他不好 以前那个不好 现在这个是环保 绿色的 这是什么 可是他这个都是商品啊 你买的这种食物 是比较好的 跟你建造比较好的 这个 Greek Ecological Sustainable Health Lifestyle 这个也是最近很多人 去买那个什么 营养的东西啊 他所强调的也是 也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很大的商机 还有他们呢 拒绝消费主义 行政减苦社区 这个也是 我觉得也是不错啦 就是说 以前就是太浪费 因为 以前 那个美国呢 什么东西都是 用一次就丢了 用一次就丢了 那个尿布 那样 就是变成紫尿布 那就用这个流竹子 就是用的就再去买 那以前不是啊 这个流竹子 碎碎又皮鸥刀 那这个包啊 反复使用 可是最近 越来越多人 东西都没有 一点紫杯 不是吗 现在叫你自己拖壁了 我 反复使用 为什么要一直丢 不能再丢呢 这种 消费主义 就是说反正很便宜嘛 那你洗的钱 不如就丢了 以前是这样的观念 可是你没有想到 你製造的垃圾 还有 砍掉的树木等等 那现在大家有很多观念 那政府又 就再加一点压力 那这样 我们现在去买菜 都要自己戴塑胶袋 很多店都说 你要塑胶袋吗 一块钱 两块钱 但不是不给你 以前是买钱 所以你要多少都让你用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改变 就是 不要过度消费浪费 然后另外一个 减突 我听我太太说 台北有一种就是 好像是从外国来的 就是在街头那种冰箱 然后把那个 像商店卖东西 快要过期的食物 还没有过期 快要过期 他们本来就是丢掉 都放到那个冰箱 然后那个没得吃的 他们免费他们自己去打开 如果他们还敢吃 他就拿回去吃 然后在 在欧洲 像德广里去餐厅吃 吃不完要加钱 每一块钱 这个是 浪费 浪费的税 知道吗 所以 你可以吃不完 就不要点一碗半 吃不完那些 别人不敢吃的 就是浪费 浪费要交钱 要花钱 那现在我们到餐厅吃完 都是打包 不会不好意思 我们以前都说 要拿去给狗吃 就没有了 我们就有点面子 就觉得说 这个吃药 你又贴了 现在大家 这个也是晚饭的观念 就是说不要浪费 但是 现在又谈说 你拿回去 又坏掉了 过了什么时候不能吃 等等 所以这个新的观念 观念这个物质的使用 那浪费生活也是最近的 我觉得 这个也是正面 就是说 不要电风行啦 这简单讲就是说 如果你衣服可以穿 你不一定要买鱼牌的嘛 不一定要鱼的嘴巴开走贝的嘛 以前是为了那只鱼的嘴巴开走贝的 你就要多花两千块 因为要给人带 说 我这些国旗是真的 你那些是山寨堂丢 你看你那个鳄鱼是嘴巴闭着 没有打开 这不做打开 我是像左转的 这个正牌的 就是鳄鱼牌公司 就是为了这个 你就多花很多钱 需要吗 衣服就是衣服 可以穿就好 那那个都是一个 一个观念的准备 一简都输了 输了 输了 现在这个就是 SIMBOLA SIMBOLA在交易 我再推啦 交易再推 所以 新技能我不觉得 什么都不好 这个可能你要看 看这什么东西 像这个简单之后 我觉得 你越简单 我就越有能力去帮助 需要的人 这样讲就是 这样而已 对不对 那个花掉 又没有了嘛 如果你简单 你才有需要 这个东西就送过去 现在有时候 送过去也麻烦 没有人要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有 世界还有地方 没有义武穿 我们都义武不想怎么办 可是 这个管道怎么离 那谁来做这个事情 不然我要送 我也不知道怎么送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现在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很多东西还没破 就不想穿 可是还可以穿 那我要讲那个 那个谁 那个连家 那你们都知道吗 连长的连 但是一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我们的外交医 就是 那个 不当兵的时候 就 阿伯那时候 为了那个 我们给中国 瞎的快死掉的时候 也没办法 外交官不能去 都派这个 农耕队 派这个什么医疗团 我们班同学都被派过 就是台大 就说 若你R3 愿意被政府派去烧牙 我回来 就保证生不业死 用这种方法 来鼓励 台湾的医生 去 缺少医生能丢 那个时候 阿拉伯时代的缺少 现在可能不少 回中还是很少 啊 就复及到瓦首啊 这个连家庭就 就刚好 他替代理 就抽到外交医院 跑去复及到瓦首 去胡言 他去的时候 他连那个是什么都不知道 地址都找不到 后来发现 我原来是在哪里 那是全世界 艾滋病最高的地区 所以 孤了一大堆 我们常常都很年轻 就艾滋病 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连家庭就 他 其实 你知道这种 其实还没有开始当病 甚至是当病 你知道吗 就是当病 他就排出去了 可是已经基本上可以了 在那边看病了 看病 然后他就发现 你一定要让我钱口 没有钱 买裤子是 脱光乳 这样跑来跑去 这个可怜了 台湾很多小孩子的义务 在那边 所以他跟大爸爸 每天都说 你还能让我 买一些鼓劵 可以 还可以穿的 他说没问题 爸爸就在台北东西教会 就周报登一下 就一大堆人 他说你洗干净 洗干净弄好 不能破的 那是堪用 还可以 一下就弄了两大货柜 两大货柜 因为有人出钱 要贵的钱 要贵的钱 他从台湾海运 要运到 附近到滑手 结果运到那边 被海关卡住了 海关要钱 这个人既然有募到 那个货益的钱 忘了这个海关要贵到的钱 所以就卡在那边 累贵官 他就惨了 他在那边每天要唱出会 他就是不曉得 然后他在看病人的时候 就心情不好 因为好不容易 叫爸爸 募了两 两货柜的衣服 结果就 这不了关 然后有一个 贵州的女病人 就问他说 你是怎样啊 好像心情奋奋鼓入 他说 爸爸帮我弄了两 两货柜的衣服 要给你们这边的人穿 可是 海关把我卡住 然后这样走 原来他是面证部长太太 他还不晓得看到一个 他就回去跟他老公说 这个怎么这样 老公打一通电话 结果没有交什么 就马上唤醒了 他说 我刚才想你 就解决了 那怎么花 两货柜的衣服 已经过关了 怎么花 他说 这个怎么花呢 他就很聪明 他说 这个非洲 除了没有衣服 他们什么很多 垃圾带很多 塑胶带很多 那个羊看不懂 看到热射袋 那个沙火不吹 那羊都去吃垃圾带 就在肚子都打结 垃圾带不会消耗 就变肥烷 羊就饿死了 因为那东西 弄不出来 就卡在里面 整碗 他在散 以后 吃浑色带 吃到死了 不知道要不要 所以 他就想一个方法 他说 一包垃圾带 比如两公斤 一包垃圾带 换一件裤子 那时候 没裤子穿的 小朋友 为了穿一件裤子 就跑去抓垃圾带 抓一包 就换一件 所以他很聪明 他被人做一件事情 解决了个问题 就是 放他们清理垃圾 然后让他们 有裤子穿 这个里面都聰明了 他会想办法 解决那些有问题 他就 离待午晚了 他就回 回台湾 可是他还是 念念想到那边的孩子 老皮死了 苦了 所以他 他回来 他还做一件事情 他们没有水喝 即使是有井 但问题是井的水不多 然后大人 你知道吗 那个大人 就是把水弄完了 然后等到小孩 小孩就被大人吹到旁边 等到大人打完水 已经没有水了 小孩去的时候 就剩下下面那个泥巴水 小孩知道喝泥巴水 因为 水就叫大人吹到后 没办法 他做这个可怜 所以他就要募 他要打井 你一生 你不做一生 打井 他就当时去问 打一口井 高丸 多少 然后 然后写进来 爸爸说 我想要打井 他说 你不是医生吗 你怎么 可是那些小孩 没水喝啊 那没水喝 喝脏的水 就会生病啊 所以我给他们干净的水 我说 一口井啊 就要搞完啦 然后 他爸爸是在教会嘛 就把这个消息 等于说 我的孩子 现在不是要募衣服了 要募井 然后 有一个 有钱的老板的老婆 过生日的时候 他的老公就说 安妮安妮 今年生日给你什么礼物 他说我什么都不要 我一口井 那豆子来自于 你要紧要打在哪里 他说我要9万块 他说没有啦 我们家不需要 可是那个林家在 布吉尔博所 那边小孩子 没有水喝啦 他说 一口井9万块 那你就给我9万块 我就是认一口井 这样就有几个人 就是被他感动 他说 可以啊 对那个生意人来讲 就开了支票 结果呢 钱到了 对不对 那就 就打打打打打 后来打到水 就很高兴 上面就用画文 因为那个布吉尔博所 以前是画书嘛 就是说 来自台湾的爱 就那些小朋友 打到水很高兴 不知可以 还可以洗澡 因为那个是他打的井 别人不能输人的嘛 他就给那些 在村里面排骨到那些小朋友 那些父母爱之病死掉的 可怜的小孩子就有了水 我看到他们用那个井就冲身体 哇 好高兴在那边照一张相片 所以 我个人的感觉是 当你有这个爱心的时候 那神又给你有聪明 然后你可以把 过多的资源 想不要把他送到 不够的地方 那个也是一个很重要 或者 我们台湾人做的东西 可以让人 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地方 你找不到那个管道 所以我觉得 那个管道也是非常重要 好 那他回来了 帮他们捡捡垃圾 捡捡衣服 捡捡的问题 他一直想 那些小孩子怎么办 他们怎么念书 所以他回来结婚 讨论老婆 老婆带人都去了 这一次不是替代医 这一次是自恋去了 然后我们外交部就派他做代表 不能当外交方 因为没有 没有那个管 但是做代表去那边 然后 他去开孤儿院 把这孤儿就起来 让他们读书 所以这个是我念到 我很感动 他算我的学弟 就是我以前是联学院 可是我到我们村去 还没有做他那么多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 后现代的孩子 他们的很多小孩 跟我们那个时候 已经不一样 他有创意 知道吗 他知道怎么样 借力使力 然后解决他的问题 这个是 所以这个 这个减乎的生活 然后不要消费 这个社区也是很重要 最近那个普及在推动 那个长长 重点就是不是外来 是用本地的人 来照顾本地的人 那一个做完 在北欧已经做了 就是那个 你的那个 我们全民健保 不是有健保证吗 那上面就 在欧洲 就有一个就是你的 服务证 就是 如果你 这个礼拜 陪一个老人家 去公美散步 两个小时 那回来 政府就在你的 圣证上面说 你有服务两个小时 如果你去 照顾一个很好的人家 治安 一个小时 回来就可以登记 一个小时 那就是说 将来你很老的时候 人家会帮你服务 三个小时 那这个就没有浅的问题 这个必须要我政府来做 我就想说 如果我们政府 可以这样做的话 我们现在 就是用那个 刚刚退休的 去照顾那个 很可怜 很老的 那对这些东西 你不能惹过事情 对不对 我去帮老家 而且我不是上班 我不是每天都要做七小时 我高兴我就做两个小时 三个小都没关系 但是就是 你做多少 就算你的功劳 知道吗 台湾的那个遗址 什么好像捐血 好像有点这样 就是如果你有去捐血 你就有记录 外面将来 你的什么急等期 需要血的时候 你有优先 因为你有捐血的 这个类似那个观念 那这个就不会涉及 雪牛 去买血 也没有涉及所谓 要外劳来做 因为是用自己的人 去照顾自己的人 但是比如说 我家有小的人 可是我家里都没有 那种退休的人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社区 有别的人来照顾我爸爸 那将来我退休的时候 我去照顾别人的爸爸 你懂回事吗 所以那种是用社区的力量 这个就是 那个社区的观念 他们有点叫社区营造 我觉得这个是 是不错 这个是值得推行 因为现代的人 强调是个人主要 这是我一大 你知道吗 自己的主要去照顾 在头子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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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必须要是整个系统 我们那个年金 那个就是 躺在这里 以前就是用年轻的人 赚的钱去养那个老婆 所以定的很优惠 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我们老的时候 现在年轻的人很少 养不起了 所以我会破产 所以什么年轻改革 大家在筷子 在往外吃 这是 这个世代正义 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算得很精准 然后就是 这一代的人 吃这一代的钱 就没有问题 可是你吃下一代 可是人口不是每一代都一样多的时候 那就破散了 对不对 那婴儿草 变成婴儿腰 就完蛋了 以后可能一个人要养三个人 你怎么会赌 我们现在是三个人养一个人 都在批评出来 这是我们这一代 会最可怜 因为我们是煎熬 你知道吗 大战以后出生的 因为大战都不先怕 又是准备一行 所以大战以后 大家什么都还是 全世界都一样 叫婴儿草 也不不不不不 一大腿 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老人家都过得很失误 因为他们你怎么退休金都没有问题 政府要给几啪都没有 因为我们在交税 这一大盆 上面在那个老人 很多都暂时了 可是问到我老的时候 我们下面大家都要生一个 或不生 一堆变成竹子 婴儿妖 要养这么多 一定会破晒 所以这个人口学 还有你这个经济 要一代对一代 这个如果没有算精准的话 会卡死 会卡死 这个就是 我再讲到这个社区 社区的关系 然后 不满公家教育 自己教育指定 这个 我自己的孩子就开始做这个 因为 他们对 我们以前教育是 大家都上去很好 现在大家都自己教 而且政府鼓励这样做 就是我觉得学校教的 跟我想要的不一样 那我可以去登记 然后有那个 自己在家教的教材 我就完全去买 自己教 我们家老大 现在他老婆 就不上班 自己教自己孩子 而且台湾也有这样的 开始在做这个 就是说 我觉得教育 我要 我的孩子我自己教 他们这个自己教育 还有一个小团体 并不是 总在变孤独的边缘 社区他们会 让你知道 你们这次具有几个事自己教的 然后这些妈妈可以集而起来 就在里面一样 然后带小孩一起教 或是一起去玩 或什么 所以他们也会解决 那个时候 跟这个鼓劈 就是不会跟人家相职 他们也是可以处理 我本来以为 说自己教 孩子就是 你要跟他人家 自己一个 好像也不是 他们也可以解决这个困难 再来就是这个音乐产品 也是一个很好的商业化 就是那个放松身心正向音乐产品 特别是那个Relax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 压力太大 头痛 肌肉紧张 还失眠 所以那个Relax 很多音乐就是 你听起来就好像在海边 你会听到那个 海浪 海浪的声音 你会听到小鸟叫的声音 会有那个 风吹的声音 就像我们去玩 到海边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轻松 可是他把那个声音弄来 让你在房间就听 不需要去到海边 你就可以听 那时候很多人 现在就去买这个产品 要睡觉的时候就听 因为要睡觉 眼睛不能看电视 眼睛闭着 就听那个 海浪的声音 听那个小鸟叫叫叫的声音 听那个水流 那个山上水流 还有风吹树叶 那个沙沙的声音 我记得那一首歌有没有 金旁边大门面前 有一颗菩提树 就是听到那个 那个 听到那个树声音 风吹在树叶的声音 这个现在很多人 把它倒入走 这个就是说 回归自然 我们以前 以前住的乡下 都没有声 好不 激动要在叫 什么声音 现在我们住在这里 都是机器的声音 那些自然的声音 都不见了 为什么我们不健康 就是我们已经失去这个平衡 所以他们就想 我把这个送到你家 已经没有乡下可以去 整个台湾都是都市 至少你家还可以听到 这个声音 这个就变成一个商机 那我们讲到新纪元的宗教 宗教已经被污名化 被现代污名化 所以到新纪元的时候 就不谈宗教 他们一谈到宗教 他们就改用灵性 简单感觉 所以现在你要谷歌的时候 你讲灵性 会达到的资料很多 达到宗教大波子批评的 宗教的领性还是有点不同 那1966年 Wallis 这是一个人 社会人类学家 Anthony Wallace 他家人代表他还有活着 1923年出生了 那是加拿大的人类学家 他大胆的预言 宗教会变成历史 就是说 将来没有人会相信宗教 因为科学已经 把我们所有问题都解答出来 所以你不需要 以前是科学不能回答 就是说这几个 就输出宗教 现在我们科学都可以 自己干嘛要做 宗教 是人类 还不成熟的时候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一个方法 现在已经成熟的时候 不需要 所以他预言 他预言 这个宗教会过去 会变成博物馆 可是到2001年的时候 Habramas 这个学者名 这是Humann Habermas 德国的社会学者 他叫做后世俗化时代 这个Habramas 是后现代的一个学者 他说 当我们科学把宗教打死以后 我们整个人类 就进到世俗化时代 就是不需要神 我们靠自己就可以 这个叫世俗化 可是这样的结果呢 我们的心里就有空虚 后来我们就自己再去找宗教出来 所以现在的宗教比较重要 更厉害 因为现在宗教是百家争民 各种宗教 法伦功以前没有 现在变得蛮大 一大推进的宗教 新兴宗教 现在台湾还有意大利面教 你知道吗 他们拜的叫做意大利面神 不信你打打打打 意大利面教 会出来 他已经在政府正式登记了 他有他的 他的神就是意大利面 然后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说我为你们牺牲 他说意大利面 可是为你们牺牲 让你们吃掉 然后让你们得到生命 得到健康 他讲一大堆 很有趣的 他把基督教 佛教拿来跟他的想要宣传的理念 他说 不然怎么叫做教 你有教义 你有教主 我也有 那教主是意大利面 他每一次的圣菜 就是大家吃一碗意大利面 真的 所以 哈布洛马斯说 宗教不会变成历史 世俗会变成历史 就是 人没有宗教活不了 人一旦把以前的宗教杀掉 人还是会发明了宗教来 处理人的问题 这是所谓灵性的现象 变成是以后遵取 所以我来比较一下 这边是宗教 这边是灵性 所谓spirituality跟religion 这两个是可以对不对 那以前这个是古代 传统就是前现代的 我们常常就是世界五大宗教 宗教很多的是 有两个 一个是 他活不过一百年 他几年就没有人信他 他就完了 另外一个是 他都在这里摆 摆摆摆摆 这个叫做背一个地方 遇到地方神 这个也不能宗教 所以世界性宗教大概 五到七个 所谓鬼教 佛教 印度教 基督教 还有什么 天主教 基督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是儒教 把它当作一个 说他不是教 这个就是看怎么定义人的教 Anyway就是说古代宗教 他们怎么定义人 这个必须要有能力 可以活过几百年以上 那我们是一时的现象 就不见了 第二个是 他不是只有 这个人拜 中国的教 结果日本也拜 或是印度的教 中国也拜 就是他可以跨越文化 跨越地区 他可以跨越时代 那这个就是认为是大宗教 对不对 他们的定义是 其他的就是 我们叫做小宗教 那个叫很多 暂时的 现在就过去了 好 好 这个大宗教常常就有什么 有他的经典 有他的宗教人员 有他的仪式 有他的仪式 这个就是 你要了解 你叫今天他的神学院 基督教念 基督教神学 佛教念 佛教念佛学院 你才可以成为他的宗教人士 就有专业人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 传统主流宗教 那这边呢 他就强调是 新兴多元宗教 所以这个灵性也是宗教 有时候那部教 同样他叫灵性 他是多元的 他是新兴的 那个人都可以 可以化名一个新的宗教 所以不要求那么高 那他们 因为他是 很多人拜 所以他需要有 集体崇拜的仪式 那些宗教强调的是 个人的灵修 所以他是私下 静默领悟 所以他不强调这个仪式 他强调这个 自己的灵性去 静默 静观 那这边呢 为了人太多 要管理 就不会乱 所以他就有 教条 有制约 有信念 会讲说 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相信轮回 不相信轮回 会有这些教条 那这边呢 是用理性揣 失变 所以不强调这个规定 他自己去 失变 那这边是 盼望来世 会有救恩 就是死掉以后的救恩 那边人说死掉 谁知道 我追求的是今生 我的生命或更新就好 哪一次我不太在乎 这个是有一点点的不同 那这边呢 因为 因为太多人 所以就必须要大家都要听懂教族的 那能够有一个共识 这样才能够维持秩序 那这边是追求个人创业 所以这个有点不太能量 就是我自己想要怎么样就可以 那是我自己可以追求 那这个是外在的礼仪的表现 是主要的 你会去看他们做那个仪式 那这个是内心敬虔的草原 所以他们的强调点 是有一点对立的 不太一样 那这里是 他可以独居深山去修行 就是 庙盖在圣上里面 或是基督教的修道 他盖在圣祸里面 让你远离红尘 可以修圣良性 那这边强调不是这样 就是入室、胡室人群 就是强调你不是跑到外面去 你要进去服务人 那这边是讲很多 你没有去念 你听不懂的话 就是素语 一些专门的素语 这边是一般的口语 他不强调那些素语 那这个就是 为了这些专门的话 就需要有人专门来解释 所以就有牧师啊 神父啊 和尚啊等等 那而且 如果做不对的话 还会被主吻 教会要维持秩序 那这边就是 大家可以讨论 没有水是专家 可以来管水 普罗 普罗就是大家 大众 那这边就是 如果这些圣子就是圣 不是这个就是俗 所以这个有阶级的 那这边就是众生 共修平等 他强调的是 没有水比较高级 大家都平等 那这边是独尊 然后排他自大 那这边是尊重 学习接纳 所以他们的 那个重点是不太一样 这边是有很强的 处置教构制度 那这边是真诚 自我表述 所以 宗教的灵性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 好的结论 今天可以把新纪元讲完 很高兴 我们再讲一次 那新纪元运动 对基督教宗教 是一个挑战 但是也是一个机会 因为 就是说在现代里面 基督教教会只要 毕业中 我们是和科学 所以 到后现代 到新纪元的时候 他们本来就承认说 凝界就是存在 所以你不需要 一天到晚在那边 点这个东西 但是呢 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他现在是多元 这是强调的 你不能讲 你基督教唯一 但是大家要互相尊重 所以这个 是机会 其实也是一个挑战 然后 然后 耶稣基督对 撒玛利亚 井盘的分享 我想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 一个后现代 如果你要炫道的话 可以做的一个榜样 那这个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来讲 我想我们的时间 差不多 我们再讲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问题 不是有问题 我是要控 还有 我二字不要讲 今天基督也有什么困擁 印象的 基督教人 诊与 圣经方面 教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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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乱的那些的 其实他用的 比较多的是 就是印第安佛教、印度教 比较多 基督教他可以用的他会拿来用 基督教因为 不懂 上次我在讲那个灵性啊 那些佛奥圣像 基督教几乎没有 就是说有一个灵性导师啊或什么 那是比较 印度教、佛教是比较的 也不是排除 就是基督教很少谈 基督教说有神 有撒旦 有天使 但是没有什么个人灵性导师啊 或什么 他们现在是个人可以用一个天使来照顾你 其实 早期的 住在教会也有 你看看画那个图有一个长翅膀 保护两个小孩 我们就是保护天使 有人说指导天使 他这个在新纪元是很强调 而且可以讲话 那个人可以跟你 可以跟你启示 可以跟你启示 而且他可以录音 他可以卖 卖他的录音带 那大部分我听起来他们讲的就是说 你们要 就是记得说你们要原谅别人啊 你们要彼此相爱啊 你们不要打架啊 大部分是这一类的话 可是他不是用圣经讲 他说我的那个 属灵导师告诉我说要什么什么 其实很难讲说他是把圣经的话 放在那个人的口里讲 还是怎么样 我基本上 他在给他的灵性导师 对 就是他的灵性导师 对 灵修也有 但是他们 让人家会吃惊的就是 灵性导师这个很多人 就是说 你真的有听到 不懂 你没有你听到 但是很多人就会好奇说 嘿嘿嘿这是什么 OK 嗨 我想一下 新纪元跟宗教之间 其实有一些 共同的地方 那可能 所有的宗教大家 也可能会互相的学习模仿 对 这样的一个 新纪元 他们有没有什么 他们没有办法处理的 那对于基督宗教 有没有什么是 我们 没有办法处理的 应该都有啦 就是说 只要是人类的宗教 都有一些 没有办法 自圆其说 或是 完全处理的 问题啦 那基督教我比较知道 新纪元 因为 他很多东西是 我可以介绍给你们 但是我自己没有深入 所以我不晓得 他们怎么做 基督教最难处理的就是 这个 神的 神的观念 跟我们看到的现象之间有一个 没有办法处理的 比如说你说你们的神是 充满慈爱的 为什么 我们都 无辜的小孩就死掉了 你们的神是 伟大的 为什么 他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啊 等等 还有 我们神是 你宗教到底是公益还是 慈爱 因为 公益就不慈爱 慈爱就不公益 可是你们 又说 你们的神是又慈爱又公益 可是怎么会一回事啊 所以我们在逻辑上来讲 是有一些 我们必须承认说 那些话都 完全处理的问题 但是基督教我 图的比较重 所以要我 批评基督教我还比较有 东西讲 那對這個新紀元的話 我只是介紹給某有興趣 已經到後世代他們宗教是什麼 讀起來的話是一堆哭 但是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要批判他 應該也可以找到這個批判的空檔 但是他們馬上就會有一個新的 就是說 我們叫什麼 就是在講一個新的理論來把它包起來 大概可以了解 OK 現在不是一種 現在是一堆 現在新的宗教就變成是 因為走會就是 對 如果他變這樣的話 他就失去他新紀元的精神 他又會調到那個組織什麼 那他們現在就強調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是以後我會講信心宗教 就是基督教怎麼回應 那基督教現在是有一點要把這個 好像是一個大教派組織把它打散 然後就是把基督教給新紀元化 對 有一些人性的目視是在農曆這方面 對 有可能 對 就好像我們現在小組教會 以前都沒有聽過現在 什麼信武小組 台灣很多教會都拼命在做 就是說 我們發現 我們過去用的方法好像不太有效 對 現在已經 不好啊 那發現有一些教會 像經紀也是很多人學他 像新加坡的小組教會 像高雄的信武教會 他也是跟韓國學練的 但是他把它起來給一下 就是 改成適合台灣的 現在我知道台灣好多公司 就是跑去 他一開訓練會 叫一下八千人 所以 我想大家學習是不錯 就是 基督教你不能改它 但是基督教的包裝你可以改嘛 對不對 你包成什麼樣子 看你怎麼包 我覺得這個無所謂 但是那個本質不能改 改的都不是基督教的 就是沒有種標 好 我們再禱告 主耶穌 我謝謝你 因為你讓我們從 後現代浪潮 可以討論到信聚園動 發現這個世界的人 不斷地在尋求改變 找出路 那我們已經在你的信仰當中 找到出路的人 幫助我們知道 如何在後現代跟信聚園當中 可以幫我們找到的神 跟他們分享 但願我們這個分享 可以幫助這些在尋找 出路的人 也可以有機會來認識 我們要回去了 保護我們回家平安 祷告我們耶穌基督教你 阿弥 謝謝大家